我是叶子杨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制的深入力较加化训练机 这套视频教程 我们本年来认识一个新的训练机产品 叫DAVIC 那么DAVIC是安卓平台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它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冰岛的名为DAVIC的一个小余顺 那么DAVIC并不是一个加化训练机 这里它不是一个加化训练机 因为它没有遵循这个加化训练机的规范 它是不能直接执行我们的编译后的class文件 那么另外DAVIC所使用的是寄存器架构 而不是我们Java训练机中常见的占架构 那么它虽然不是Java训练机 但是它与Java又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所执行的叫做DEX文件 就是DAVIC-Cube 这么一个文件 它所执行的 叫做DX 那么我们做安卓开发的朋友 DX应该对比较熟悉 就是DAVIC-Cube Cube 小组 小组 这个文件可以通过 它这个文件可以通过我们的class文件 转化 而来 而且呢 我们说安卓开发所使用的参加课预閥 那么 也可以使用 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Java的API 那么 当前 就是DAVIC 随着安卓系统 现在是可以说这个安卓在这个 移动端操作系统里边占了大壁江山 所以这个Darvik呢 也随着这个安卓 就说这个发展啊 那么它呢 可以说这个执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也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群维机 那么它显然就是属于谷歌的 那么关于这个Darvik 我们就说到这里